记者陈燕廷屏东报道,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, 尤其偏乡还有青壮年流逝的问题, 方聊铁道艺术村的老师洪丽文日前接下关怀据点的工作, 成为讲师, 不过不是什么保健的课程, 而是请老朋友们学习绘画, 今天画展开展, 全乡11个社区都到了, 就为一睹自己的画有没有被挂上版在辽印文馆, 方聊相卫生所日前梅河社区关怀据点与方聊F3艺文特区, 打造不一样的防老防线, 艺术家洪丽文接下他自己从没想过的工作, 竟是交上百名长者在短短六小时内画完自己的画作, 洪丽文说, 透过长者天天捂书果为主题, 教会长者们作画, 不过因为关怀据点很忙, 他每个社区最多只能交六个小时, 长者就必须交出作品, 刚接手时也是觉得惶恐, 担忧画质空成白卷, 老师, 我这辈子从没拿过画币啊, 洪丽文刚开始教学时, 就常接获, 学生们这样反应, 他也只能影住头皮, 请长者们尽情挥洒, 把自己心目中的苹果, 葡萄画出来, 没想到成果出奇的好, 老人们都非常有天分地把健康的书果汇出, 使社区共挑出六十幅画作开展, 在选十幅画颁发奖状, 长者今天到场, 有的上榜, 是高兴的又叫又笑, 直说以前连水彩笔都没画过还能开画展, 有的落榜则是不甘愿, 要求洪丽文还要再为他们上课, 方辽乡长参选人丁永志, 陈亚林则是前后脚到场恭贺, 丁永志会后还在脸书加码政策, 指他若选上, 老人崇洋敬老金贴将从五百元加码到三千元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